她是韩国最惨千金 虽然既是总统千金 又是豪门阔台 但是她却被丈夫和小三联合羞辱 为了逼她让出主母之位 丈夫甚至不惜登报控诉 让她颜面尽失 可即使是她百般容忍 却依旧换不回丈夫的回心转意 为了自己的幸福 她开启了自己的大女主剧本 用五年的时间折服隐忍 将韩国四大财阀之一 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她也用自己的雷霆手段 让丈夫看清了事实 完成复仇 她的手段到底有多厉害 又是如何绝地反击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最惨千金卢素英的传奇人生 1961年 卢素英出生于韩国 虽然卢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但是到了卢素英的父亲 卢太渝这一带 卢家的祖坟冒清烟了 卢太渝当上了当时韩国的警备司令 并且在官场上名声不错 所以卢素英从小也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绝对不给父亲丢脸 年轻时 她是个妥妥的女学霸 不仅毕业于韩国三大学府之一的 严氏大学 还在芝加哥大学 斯坦福大学 拿到了硕士学位 随着父亲在官场上的节节高升 卢素英也成为了很多人的理想儿媳 毕竟当时她的父亲 是势头最猛的总统候选人 而卢素英本人又毕业于名校 不管是哪方面看 卢素英都是最佳儿媳 虽然想摘花的人很多 但是卢素英却早已将自己给了崔太渝 这位崔太渝在当时也是标准的精英子弟 他来自韩国四大财阀之一的SK集团 并且同样在芝加哥大学读书 他相遇故知 卢素英很快就在崔太渝的热烈追求下沦陷 很快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不仅是因为两人情投意合 更重要的是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 需要金山银山 而急需打出名声的商界心心 需要有官家帮他们做靠山 就这样 1988年卢探瑜当选总统后 卢素英也嫁给了SK集团的几支人 既是合作联姻又有珍爱加持 当时卢素英自信地觉得 这场婚姻完美不下 没有破绽 殊不知 这一切只是他自己的错觉 眼前这个眼睛只有绿豆大 有贼眉鼠眼的男人 是整个韩国最大的一条白眼狼 在利用完自己的岳父和发妻后 他不仅将他们抛弃 而且还在婚内出轨 跟情妇一起喊话 让发妻滚蛋 这个男人就是韩国SK集团的 现任董事长兼CEO崔泰元 从总统千金到豪门阔台 卢素英的前半生可谓是 走到了人生巅峰 然而没有人永远是一路探图 1995年 韩国总统卢泰渝被政敌举报 在任期间涉嫌受贿和读职 卢泰渝供认不讳 两年后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前任总统就这样 锅当如狱 岳父被抓 金龟絮崔泰元自然也没能逃脱 虽然他也不干净 但好在还有路子 崔泰元也逃过了牢狱之灾 只是经过这一系列示好 卢素英这个总统之女的头衔 也在一夜之间被割斗 变成了罪人之女 在婆家的地位也远不如以前 由于错的是父亲 所以他也不敢有怨言 只是默默承受 五年后 崔泰元再次入狱 这次并非是总统岳父的缘故 而是他自己作死 跟别人进行非法股票交易 这一次 卢素英同样也没有袖手旁观 而是找遍了自己能找的关系 帮丈夫打点 那段时间 卢素英白天拜访曾经的人脉 求他们帮忙 晚上就去医院 招呼患有糖尿病的儿子 在他不眠不休的奔走下 几个月后 崔泰元被释放 然而在崔泰元出狱后没多久 他并没有感念妻子的不离不弃 而是找了小妾 生了私生子 2015年 他甚至在南韩日报上公开喊话卢素英 让卢素英时向点赶紧离婚 把位子让给小妾 当时全韩国的人都在吃瓜看戏 坐等这位昔日的总统之女绝地反击 但没想到卢素英依旧心存侥幸 他相信崔泰元只是一时迷茫 愿意等着他回来 甚至还会待为抚养私生子 只是即使他让不到了这种程度 依旧没能留住崔泰元的心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彻底清醒的卢素英 也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一个叫糟糠之妻发露的论坛 在韩国爆火 在这个论坛中 人妻们同仇敌看 将小三的所有身份信息公之于众 让那些妖艳见火 连家都回不了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这个论坛是SK集团的夫人 前总统之女卢素英创办的 事实上 卢素英早就知道了小三的存在 也知道夫妻二人总有一天 会撕破脸皮离婚 所以默默做了很多反击 除了这个论坛 卢素英最重要的是 他尽心尽力 扶持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在集团内部站稳脚跟 毕竟如果在五年前 因为那一张报纸就开始与丈夫撕破脸皮 那他作为最诚之女将会人才两空 只能近身出户 而现在 他却有了自己的儿女做遗仗 从2015到2019年 卢素英扶持大女儿进入了SK集团的高层 至于二女儿曾是海军中尉 如今也执掌SK的贸易部 小儿子在2018年的时候 也执掌SK的能源部 迎人了快五年时间 他将自己的儿女都扶上了SK的高层 最后他霸气答应丈夫离婚 并要求分割崔泰元 在SK集团的42.29%的股份 一旦离婚成功 卢素英的股份得手 他就能与儿女一起架空崔泰元 也是这时候 崔泰元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至于之前霸气提出离婚 也在开庭十分钟后宣布休停 时至今日 这场离婚官司 也没有任何进展 毕竟在这场婚姻中 崔泰元是出轨风 再加上SK集团能如此庞大 有一半功劳要归功于卢家 因此于情于理 卢素英都有很大的可能胜诉 没人知道结局如何 但可以预见 一旦胜诉 他将成为SK集团权力最大的人 而他的财产也将超过李福珍 问鼎韩国女首付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就帮我长按点赞 最后别忘了点点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